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的五间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摘要 纽约市长白四豪周日晚宣布全市因暴雪天气进入紧急状态 今早六十几,限制交通,非必要车辆误上路 旧金山八十四岁老乌玉琪身亡,两非一嫌犯,被捕落网 旧金山华人区,名为重草城的商店 1月29日下午发生一期抢劫,视频在华人微信圈疯传 台湾前第一家庭陈水扁与吴书珍的亲信 因设国务纪要费洗钱案欠逃美国的前新光医院副院长王芳燕 日前在南加州尔湾市取枪自杀 首先来看第一条新闻 根据气象预报,纽约地区自1月31日晚就进入连续三天的暴雪天气 在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中部地区,积雪最高恐达18寸 并伴随着最高达每小时60英里的强风 恐造成断电以及沿海低洼地区淹水等灾情 州长下令各机构动员应急资源 市长白丝毫也警告民众 不要小看此次的风暴 若非必要,应避免出门 气象预报显示,1月31日晚间7时左右开始降雪后,将一直下到周二傍晚 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中部地区将出现18寸的积雪和时速60英里的强风 其中与长岛东部地区最为严重 纽约等其他地区则预计出现8至16寸的积雪 葛莫表示,暴雪期间将会与州级各单位和地方单位保持沟通 以提供任何需要的资源 同时,州府也和电力公司沟通 确保若有任何停电情形将会尽快处理 他说,暴雪带来的冲击是难以预测的 所有纽约民众在接下来几天应该要随时注意天气状况 保持自己和亲友的安全 因暴雪天气 纽约市已经宣布期间参馆户外堂食 新冠疫苗预约接种和功效等都将暂停 白思豪也呼吁民众避免出门 让市清洁局能够在期间做最佳应对 白思豪呼吁,民众最好在周一待在家里别出门 如果非得要出门,应使用大众交通运输,避免开车 由于在暴雪天气中交通事故多发 是极端天气中最常见的意外 州府除出动2200多辆铲雪车,雪梨和吹雪机等设备 确保路面安全外 也提醒路人在上路前应确保汽车上的冰、雪已经除干净 且视线无被遮挡 同时应与前车保持更远的安全距离 保持警觉并无开快车 另外,由于桥梁比一般道路更易结冰 也要留意桥面路况等 公共交通也可能受到天气影响 地铁部分线路可能走快车路线 过站不停,以确保全线畅通 大部分北方铁路和长岛铁路则会减少路线班次 其中长岛铁路将按周末半次运行 旧金山发生暴力惨案 一名84岁的老人在一个宁静的街区遭遇两名嫌犯袭击 随后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根据父亲的邻居表示,死者为一名华裔 目前警方已经抓捕两名嫌犯 其中一人,19岁的华特森被指控 以致命武器攻击他人以及重伤长者三项罪名 保释金为27万5千元 另外一名嫌犯古乌泽则是被控协助犯罪 根据警方报告,两名嫌犯均是非议 案发时间是在1月28日晚间8时 当时警方接报之后,发现一名长者 躺到在旧金山安南Vista和Fortuna街区路口 综合各种方面的说法,当时嫌犯开车经过 随后下车袭击了一名84岁的亚裔老翁 老人倒地之后重伤,嫌犯驾车逃逸 两天之后老人死亡,同时两名嫌犯也被拘捕 邪金案的更多细节目前尚且未知 包括是否涉及抢劫商人和打斗等 案发地点是位于旧金山的安南Vista 位于西宗区和太平洋港附近 Gary街中部一带 居住在该社区内的华裔杨文基表示 有的邻居认识受害者的家庭 他表示,他是当地社区的街区防罪观察座的成员 而且家里家外也安装了很多的摄像头 他形容这些犯罪都是针对华人,亚裔 嫌犯开着车看到目标之后就会下车攻击 他自己也会偶尔在附近遛狗散步 会非常小心,观察附近有没有可疑的情况 案发之后,杨文基表示社区内讨论很多 大家都认为,没有一个社区是安全的 因为安南Vista已经非常靠近旧金山知名的富人区太平洋港 本应该是治安良好的地区 他形容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非常心痛 因为这可能也会发生在任何一个我们身边的人身上 临近农历新年,可能许多华裔都会取钱 拿着现金去消费购物 杨文基也认为,这可能是诱发针对亚裔犯罪的原因 本台周末期间向旧金山法医办公室查询死者的身份 目前尚未有回应 第三条新闻也发生在旧金山华人区 一个常在华人街道游荡 抢劫顾客手中零钱的非裔劫匪,抢走一位华裔手中找零的100美金 商店摄像头也录下抢劫情景 视频在华人社交媒体广为流传 31日,此劫匪又在犯案,被警方抓获 商户林子琴目击警方抓获全过程 重早城工作人员31日证实 事发时间为29日下午4时许 一个顾客准备买单 手中拿着200元现金,被非裔劫匪抢走100元 劫匪很快逃走 商户林子琴紧追三条街 但最终遗憾,还是让他跑掉 此想劫犯为惯犯 曾先后在富兰克林街一家饼店抢劫 8街超市和9街一家烧辣店抢劫过客零钱 警方表示,此人犯下的是轻罪 被警方数次逮捕 为防止监狱疫情爆发 最妥善的处理办法是让商户向法庭申请禁止令 拒绝此人进入华人居住地区 在31日,商户林子琴表示 此惯犯又在附近作案 被报警后 警方将其抓获 还用头套遮住头部,暗倒在地 在这里,代表所有华人 感谢当地警局的辛勤工作 台湾前第一家庭陈水扁 与吴树珍的亲信 因设国务基要费洗钱案 潜讨美国的前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燕 日前在南加州尔湾市举枪自杀 尔湾警局29日证实 在车内找到手枪 这把枪也登记在黄芳燕名下 而且他名下不止一把手枪 案发前,黄芳燕曾向家人透露过 会自杀的想法 尔湾警局日前回应时称 洛杉矶时间27日下午12时41分 在尔湾某一商区后方的一辆汽车中 发现黄芳燕遗体 而在此之前 警方曾前往黄芳燕居住的公寓调查 且发现并担心黄芳燕 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为何警方前往其公寓时 能判断黄芳燕有可能会伤害自己呢 在他自杀前是否留下遗书呢 对此,本台记者向警局发言人 Kerry Davis 求证 Davis指出 黄芳燕的家庭成员证实 他的确曾有伤害自己的言论 而且还在公寓里留下一些私人物品 表明他没有回来的打算 出于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警方不会详细说明是哪些私人物品 警方是在25日周一接到失踪报告 根据呈现法医处信息 黄芳燕的死亡时间是26日上午8时15分 警方发现遗体时间是27日下午12时41分 黄芳燕死亡后 长时间无人发现他的遗体 与案发地点较为隐秘有关 黄芳燕在尔湾某一商区后方的停车场开枪自杀 虽然该商区停车场距离黄芳燕的住家仅3分钟车程 但该地点靠近73号公路 周边多以办公楼为主 并非人流相对较大的商业中心 也不是住宅区 目前正值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很多公司做居家办公 因此停车往来往车辆及人 因此停车场来往车辆及行人较少 比较不容易被人发现 台湾有报道称 黄芳燕的汽车中并未发现枪支 David也做出回应 从黄芳燕藏尸的汽车中找出一把枪 但在美国合法持枪需要实名登记 David表示黄芳燕名下不止一把枪 但其中的纠葛还需要警方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五千新闻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 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在美时时焦点 午安我们明天中午再见